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字一句贴近了自己男友亲人的亲近的心 运贴地靠近了自己那宏大的意图 我若死了 挡路的那一份公益流程会回到朝廷 在民北的破坏工作也会马上停止 您知道 我总有一些比较忠诚的属下 范贤诚恳应道 他没有说败 因为今日单身入宫 将这皇城化为战场 谁若败了 自己便是死了 哪里有第二条道路啊 一面说着话 范贤一面转过身来 与皇帝陛下并排站着 看着面前那些荒芜长草中铺成一片碎阴的雪地 目光落到左手方 说道 在陛下的打击下 草原上那位蝉鱼已经没有再起之力 崖而最西边的山下 还有七千名从雪园里迁移过来的蛮旗 这一批生理军十分强悍 若陛下答允了我的要求 我可以保证这一批蛮旗永世不会靠近西凉 皇帝的目光 随着他的目光落到了左手方的那片残雪中 眉头微皱 说道 今次青州大劫 苏毕达王亭尽出 却只带了两三千蛮旗 与宫典回报 这些蛮旗的战斗力确实不差 若不是天宫不宫 硬生生赐了北方雪园 三年雪灾 他们也不至于远顿至西湖草原 如此看来 当年上山虎能在北门天关抗蛮若干年 此人着实了得呀 不过 终究人数太少 影响不了什么格局 皇帝的眉头舒展开来 冷漠地摇了摇头 明显不肯接受范贤的这个筹码 咱们说的 是千秋万代的事 明显今儿个范贤的语调很轻条 甚至连这么大逆不道的咱们二字也出了口 他笑着说道 轻壮男人是七千 但是素养极高 妇女不少 再加上西湖受刺重创 这一波北方蛮旗 定可成为草原上的重要力量 他们要去各部落去掳狐女 谁能挡得住啊 陛下您知道 狐人都是极能生的 顶多过个十几二十年 这个不足便很了不得了 若没有人能够压制或是控制 或者说引导 这一个崛起的不足 岂不是第二个汪婷吗 范贤看了左手方的雪地摇了摇头 凄凉路的百姓极惨 难道还要再熬个几十年吗 皇帝微微一笑 说道 朕就有些不明白 你在西凉路和草原里的部署 已经被朕杀得差不多了 你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影响那些蛮人 宋志先令 范贤笑着说道 虽然她是雇足王女 身份尊贵 却没有太实际上的号令作用 但毕竟身份在这里 而且她如今在草原上的地位也高 她的能力也很强 已经能够凝聚蛮人里的大部分力量 只要控制住了她 也就等于控制住了这些蛮人 莫非你能控制她 朕便不能控制她吗 朝廷便不能控制她吗 皇帝威风说道 范贤叹了口气 说道 宋志先令 就是海棠朵朵 这是我的女人 当然只有我能控制她 皇帝微微一正 沉默了半赏后 终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把目光落到了 二人面前雪地的东南一角 皇帝指着内处说道 内裤工艺流程 你双手送回来 还有旁的没有啊 江南乱不起来 因为朕已经让她乱了 你的那些下属 对你忠心的程度 实在是让朕有些吃惊 不过下七飞蹦不了两天 苏文贸就算在内裤里藏了人 他自己却不行了 朕将程家林也调了回来 任伯安的那位族兄 也从三大访的军中调了回来 皇帝复首于后 与范贤静观 并无任何线条的雪地 平静说了 范贤的目光也落在了雪地的东南角 笑着说道 江南还是可以乱起来的 内裤那边已经搭允了陛下 他自然不会再去祸害 而江南以商业兴盛 连内裤在内 龙共要支撑朝廷约四成的说服 若江南一乱 朝廷怎么撑呢 今日谈话从一开始的时候 范贤的语气在平静之中 便带着挑脱 赤裸无忌 这种挑脱 这种无忌 真可谓是言辞若冷风 寸步不让地 与皇帝陛下进行着谈判 与他的底气有关 也与他今日的心境有关 正如先前所说 他寻找不到任何 可以完美控制的方法 所以他只好选择了 最简单的那个方法 这个方法因为直接 而显得杀伤力十足 他很直接地问皇帝 江南乱了 朝廷怎么撑啊 皇帝笑了笑 直接反问道 这 若直接杀光你的人 江南怎么乱呀 我有招伤钱庄 但贤平静硬道 江南 已伤心业 最要命的便是流通之中的 对阴环节 招伤钱庄在江南已有数年 暗底下 也算是把持了明孙雄 三大家的一些产业命脉 钱庄一旦出手 江南真要乱起来 并不是什么难事 招伤的银钱 早已掉了很多走了 华帝威风地看了范贤一眼 没有直接点破那笔数量惊人的白银 回到了北齐皇室 说道 不过是些纸罢了 朕欲比一挥 这些又算什么呀 可不能这样说呀 毕竟如今全州 还没有起到异想当中的作用 远洋出港的交接 还是在东夷城办理 范贤毫不退让 直接说道 银票借据通通都是纸 陛下玉笔一挥 全部作废 那不用招杀钱庄再做任何事情 这怕江南便会鲜乱了 皇帝不了解商业 其实范贤也不怎么了解 关于江南的商业活动 究竟有多大程度上 依赖于实际上只有雏形 并不发达的金融信贷 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但范贤相信 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其规律 尤其是江南经营百余年的商业活动 若陛下真的那样做 江南一定会鲜乱 庆帝和他不通商业 不代表朝廷里的官员和范贤的部署们不了解 事前他们都有做过功课 范贤只知道 商业当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便是流动资金 便等若血管之中流动的鲜血 若钱庄真的颠覆 血管中鲜血尽枯 商业活动一定会变得异常艰难和干涩 朕将花园从杨继美的手上收了回来 皇帝冷漠提醒道 这位皇帝陛下其实真可谓是一位这个明君啊 他不了解江南的商业运作 不代表他会凭借着天子的权威瞎来呀 他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官员去运作 他知道范贤手里那个招商钱庄 拥有动摇江南商业版图的能力 所以去年秋日的时候 江南第一场乱风波起时 朝廷便已经有了准备 整个天下献银最充沛 最不需要依赖钱庄进行交易的 便是江南那些大大小小的盐商 先前皇帝提到的杨继美 便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盐商 朝廷对于钱庄抽银的警惕早已有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闫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云年》 而将盐商纳入了这个系统之中 便是看中了那些盐商藏得 满天下皆有的真金白银 重新构筑起一个交对体系 虽然有些困难 但至少不用真的被范贤 遏制的死死的 仅仅盐商是不够的 范贤微垂眼帘 说道 我手里还有太平 太平钱庄 天下第一钱庄 不知道经营了多少年 能够影响到多少人的起居生活 这家钱庄一直在东夷城之中 他的东家一向神秘 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貌 直到范贤接任了东夷城建炉门主一位 才惊恐地发现 原来太平钱庄一直在剑炉的控制中 在四顾剑的控制中 每每想到此点 范贤便不禁惊害佩服 佩服于四顾剑的远见着实 大概也只有东夷城的主人 才能从日渐兴盛的商贸中 发现钱庄的重要性 才会留下这样一个足以撼动天下的利器 听到太平二字 皇帝陛下的双眼眯了起来 寒芒微作 很明显 就如范贤第一次知道这个秘密石那样 皇帝陛下也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太平钱庄是四顾剑留给我的 范贤轻声加了一句 皇帝忽然笑了起来 笑声里充满了荒谬的意味 大概是他骤然发现 自己在这个世上 所有值得尊敬的敌人 竟将击败自己的最后手段 全部交给了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手中 这个荒谬的事实 便是这位看似冷酷无情的帝王 都有些心神威尧 陛下 咱们再看看东夷城 范贤的目光从雪地的右下角往上移了移 移到了这片寂寞雪地的中腹部 那边便是一堆草垛 看上去就像是夏天时的东海 竟是如山般刺破天穷的大浪 皇帝渐渐脸了笑容 表情变得平静而温和起来 说道 东夷城不需多谈 只是剑炉里十几个小子有些麻烦 不过终究也不是大军之敌 九品强者 搞建设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 但要搞起破坏来总是一把好手 比如搞搞刺杀 在我大清内附弄弄破坏 范贤的眼光悠悠地看着雪地的右中部 皇帝和他一问一答的声音还在继续 东宫里的雪花还在落下 有的落在了这一对奇怪的父子二人身上 有的落到了二人身前的雪地上 荒草上 这一大片雪地上没有线条 没有国境线 没有雪山和青青草原的分隔 甚至连形状也没有 然而庆帝和范贤父子二人 便是看着这片沉默清冷的雪地 纵论着天下 他们的眼光落在左手方便是草原 落在右手方便是东夷 落在右下角便是江南 落在略远一些的前方便是北边的大旗疆域 他们看到哪里 哪里便是天下 雪花渐渐大了 打着卷儿在残破的宫殿里飞舞着 渐渐积的身后起来 范贤穿着的青色衣衫和陛下身上那件明黄的龙袍上都开始发白 而人脚下身前的残雪也被厚厚覆盖上了一层 再也看不出任何的草际土地 就如这个天下白茫茫一片真是干净 在他们的眼里有哪里可能有人为的分隔呀 我有让这天下大乱的实力 即便我此时死了 我也能让陛下您千秋万代的宫图成为这场雪 在日头出来后 浸化成水 再也不可能成真 范贤伸出舌头 舔了舔干枯的嘴唇 今天说话说得太多 有些口干舌燥 他认真地对皇帝陛下说道 所以我要求与陛下公平一寨 何谓公平啊 皇帝陛下眯着眼睛说道 请陛下放弱弱出宫 我只有这个妹妹了 请陛下云婉儿和我的可怜的一家大小 回丹州过小日子 我只有这个家了 请陛下 网开一面 在我死后不要搞大清洗 那些忠诚与我的官员 部署 其实都是可用之才 范贤顿了顿 然后苦笑说道 我若死了 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反抗朝廷的理由 请陛下相信这一点 天下已经被浓缩成了君臣二人面前的一小方雪地 烽火战场被变成了这座安静的皇城 范贤做了这么多 说了这么多 似乎只是想尽可能地将这场父子间的决裂控制在小范围当中 给那些被牵连进这件事情的人们一个活路可走 皇帝将双手赋于身后 肩上的血树树落下 他沉默很久之后 危险疲惫地说道 朕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就在风雪之中 范贤陷入了沉思 他本来不需要任何思考的时间 因为从很多年前他就知道 总有一天他会迎来这样一句问话 他这些年一直在准备着 在逃避着 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逃开过 这是一个他曾经思考了无数次的问题 便是在最近的那七明七日的苦思 亦是如此 为什么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 在雪中眯着双眼 看着皇帝陛下缓声说道 今天在太学里 我对那些年轻人讲了讲 关于仁义的问题 关于真正大义的问题 范贤叹了口气 带着一抹复杂的神色说道 我以往本以为这些都是虚伪的 虚假的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位仁臣应该拥有的 不应该拥有的 我都拥有了 然而直到此时 我才发现 原来除去那些所谓的准则之外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你 生命更真切 皇帝陛下淡淡地看着他 博春微奇 冰冷的声音 复述着范贤今天 沉浅在太学里的说话 树极无愧 自古致适 欲信大义 欲天下者 不以成败利盾 动其心 陈坚范贤在太学里 对那些年轻人们的讲话 很明确地让胡大学士 体会到自立行间 隐藏着的杀气和决绝之意 胡大学士惶恐入宫 自然将太学里的那一幕 讲述给陛下知晓 皇帝竟是将范贤的这段话 能够背出来 范贤也感到了一丝差异 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说道 我不是这种以大义为人生准则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圣人 我的根骨里 依然只是一个除了爱自己 尊重自己之外 什么都不是的人 这大概是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 被自我隐瞒封闭了二十余年的东西 范贤看着皇帝 十分认真地说道 我这一生 要轮圆了活 要放肆地活 要活得尽兴无悔 所以我要心安理得 而如果要这样下去 那些埋在我骨子里的东西 会让我众生不得心安理得 这世间 繁华权威 令人眼盲耳聋 我却依然无法装作自己不知道 没听过 那些当年曾经发生的事情 这个秋天发生的事情 范贤的面旁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悲伤 缓缓说道 陈平平回京是要问陛下一句话 而我却不需要问 我只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公平的 而且这种不公平 是施诸于爱我及我爱的那些人身上 如果世间再没有我 再没有今天这样勇敢走到陛下身前的我 那些已经逝去的人 又到哪里去寻觅公平呢 他们不应该被这个世界遗忘 他们所受的不公 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救赎 范贤望着皇帝陛下说道 这是陛下您的责任 也是我的义务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言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余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